你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起聪 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新闻呢 就是我们的马来西亚的副财长阿曼马斯兰 他今天呢 又公开发表说了一句呢 他说呢 虽然现在大家都知道马屁跌倒很惨是不是 但是呢 马屁跌倒很惨呢 也是个好事来的 这样的话呢 会有更加多的新加坡人来新山消费 这样呢 新山就可以受惠嘛 OK 好 在这里呢 我要尊重的跟大家说一句了 就是呢 大家不要以为我是西蒙政府的洗地老阿 我是会骂西蒙阿 现在这个新闻我就是要骂了 不要凭是我骂的时候 装作没有听到阿 OK 这个新闻呢 我必须要骂这个副财长也要骂这个西蒙政府 就是结论一句 无论在任何各种各样的情况下都好 绝对都不能合理化马屁的贬值 马屁的贬值是一个病来了 是要治的 而不是说呢 你得了这个病啊 你一样可以活得很好 说不定呢 可以因祸得福这样啊 千万不要讲这些呢 很好笑的东西 总之呢 马屁贬值呢 是一个一定要治的病来的 绝对不能合理化 任何人合理化这个马屁贬值一定是被我骂的 虽然我吴起床 我也不足道 人为言请 但是呢 我可以骂的 我还是要骂的 所以 现在这个副财长 他告诉我们说的 这个马屁贬值呢 我们也可以说会吗 因为更加多新加坡人会趁着这个马屁贬值来马来一下消费吧 是 没有错 新山的消费呢 真的会增加 OK 但是呢 我想引导大家往另外一个方向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 所以我现在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在网上广为流传的梗啦 但是我把它换成马屁跟美金版啦 OK OK 就比如说啊 有一个美国佬 OK 他在马币最低的时候 大概就是现在啦 我就说现在啦 现在美金1块钱换马币4块6嘛 OK 他就在马币最低的时候 他带了100万美金进来马来西亚 然后呢 他就换成了460万块的美金 然后呢 他就在马来西亚 就是吃喝玩乐 玩到今儿那种 玩了一年 然后呢 这一年呢 他花了多少钱 他花了我算他花了40万这样啦 OK 40万马币啦 40万马币给你一个旅客在马来西亚 可以花到很爽一下啦 OK 然后呢 一年过后 马币开始回升了 马币开始回升了 之前是1块钱换4块6嘛 到了一年过后 马币稍微回升 升回4块2 所以这时候呢 1块钱美金可以换4块2的马币 OK 他 我刚才说 他换了460万的马币嘛 然后呢 他用了40万嘛 他身上还有420万的马币嘛 然后这时候呢 一年了 在马来西亚挽购了啦 他就把他身上还剩下的420万马币换回去美金 那时候值得100万美金 然后呢 他就这样回去美国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 他当初呢 一年前呢 他从美国带了100万来 在你马来西亚白嫖了一年 吃喝玩乐 花了40万 然后呢 到了最后一年后 马币回升了 他再把这个 马币换回美金 100万 回去美国 他还是100万 他带了100万美金进来 然后呢 一年后 他还是带100万美金回去美国 但是呢 中间呢 有一年是白嫖了 吃喝玩乐 一年40万马币是白嫖了 我要很强调白嫖这个字 因为我跟大家讲这个故事 可能讲到这里 大家还是一头无水 我要带出来的是 你知道啊 如果你一个国家的货币 在一段时期 如果是跌到很够力的话啦 其他国家就来白嫖你啊 你知道吗 就好像我刚才给的例子已经是很明显的了 就是呢 一个美国老带着100万来 他就趁着你币值最低的时候换你马币 然后呢 在你这边啊 吃喝玩乐啊 全部都是白嫖了 因为他一年后呢 他回到去美国 他还是带着100万美金回美国了 所以你可以想象吗 你币值滑跌的那一段时间啊 啊 那个外国人啊 怎样可以来马来西亚白嫖 啊 那个白嫖多出来的价值 谁买单 马来西亚人买单 你明白吗 啊 既然有人白嫖的话 就表示一定有人白白付出东西 啊 这个白白付出东西就是你马来西亚人 所以你明白嘛 啊 你不要以为你没有损失了嘛 啊 啊 大家请记得啊 就是当我们马币跌到很够力的时候呢 啊 外国人只要拿着他们的钱来换马来西亚钱 在马来西亚吃喝完了就是白嫖我们了 你懂吗 啊 啊 所以你要记得这个道理啊 啊 啊 所以 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之下 绝对不能合理化自己国家的币值贬值 啊 即使新加坡的例子也是一样 你想一下 在我们马币跌到最惨的时候 新加坡人把他们的新币换成马币 啊 然后就在马来西亚消费消费 OK 没有错 虽然是可以带动我们的经济 啊 但是呢 当我们马币呢 那个币值的升起来啊 过后呢 啊 当新加坡人换回新币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我们中间不见掉的那一段钱 已经被人白嫖掉了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啊 这个问题其实是很严重啊 大家 仔细的想回去 我刚才说那个一百万美过劳的事情 你就知道了 啊 OK 啊 我还是重复我开头讲的那句 无论任何情况之下 都不能合理化 马币 贬值 无论是谁做政府都好 啊 啊 谁在这边说 啊 马币贬值是好事啊 啊 所以 啊 希望这个人民被白嫖的那个后果 就由你来承担啊 啊 啊 OK 所以 啊 而且我告诉你啦 马币贬值 怎样都不可能是一个好事啊 啊 你没有办法说服得了人民去相信这个东西 啊 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多多自强 马币是一定要服的 啊 啊 无论任何情况 马币是一定要服的 就是这么简单 西蒙政府我也招要骂 啊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